主席总处在昨天首度公布 我国国民幸福指数为六点六四分 亚洲国家排名第一 但是今天中华郑庆所公布民间版的问卷调查 幸福指数却是不及格的五点七二分 和官方的调查结果落差很大 调查单位指出民众幸福感薄弱 原因就在出于收入不够 居住环境陷入困境 我国国人到底幸不幸福 官方和民间机构调查大不同 主席总处三十号公布的国民幸福指数为六点六四分 显示国人是幸福的 但在民间机构中华征信所 针对一千零六十八名民众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 却比主席总处的分数低很多 幸福指数只有五点七二分 不及格 如果说十分量表的话 我们一般民众是只有五点七二 五点七二 那我认为是不及格 至于在亚洲国家幸福排名中 主席总处的调查 台湾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一名 可是中华征信所的问卷得到的答案 不但不是第一名 还落在新加坡 日本以及韩国三个国家的后面 排名第四名 只优于中国大陆 另外在这次的调查中 政府近几年推出的重大政策 是否让民众感到幸福 调查显示 国民年金和免签证国家数的增加 都获得半数民众的肯定 但其他多数政策 却有四到五成的民众 不知道或觉得没有影响 显示出政府不仅要推出 更有感的作为 也要加强和民众的沟通 记者陈小青 谢启文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启文台北报道